想去冰岛 秋天正好 气温合适 风景美妙 这个季节的冰岛 没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只有秋色无边 分外妖娆 也是极地风光 比起去南极少了很多烦恼 它属于北欧五国之一 只要申根签证和您的护照 冰岛其实不小 十万多平方公里 差不多相当于三个海南岛 这么大的面积 人口却真的很少 总共才三十几万人口 还有两三百个咱们中国华侨 三分之二的人都住在首都雷克亚维克 离开首都那就是孤独星球 见到个人就想上前拥抱 冰岛玩什么 几种色彩请记牢 这里的冰是蓝色的 探冰洞由冰壶 您就能见到 这里的沙滩是黑色的 那是全球难得一见的独特地貌 这里有无数的温泉 粉蓝粉绿的温泉 最适合泡澡 黄黄绿绿的那是台原 自地球形成以来 就从未被人类踩过一角 记住千万别践踏 踩踏这些苔藓 轻则巨额罚款 重则请你坐牢 冰岛还有火山和冰川 冰与火的世界 就像一首最古老的歌谣 冰岛还有无数的瀑布 飞流直下 气势磅礴 水流奔腾 云山雾罩 其实 美得想哭的风景 还有很多很多 实在无法一一介绍 很多人到冰岛 主要是想看极光 这一点我知道 所以我才推荐秋天 并不是冬天最好 冬天里 虽然看到极光的概率更高 但别忘了 此时冰岛是极夜 一片漆黑 白天很少 除了极光 其他的美景 您几乎全都会漏掉 冰岛的道路简单 只有一条零号高速 刚好一圈 环岛 不过由于地广人稀 如果是第一次来 最好还是找个熟悉当地的 华人向导 冰岛的物价很高 特别是蔬菜水果 因为全靠进口 想吃素 要花大把的钞票 离开首都之后 可口的餐厅 那可难找 要想安慰一下中国味 最好带个电磁炉 给自己开个小灶 去趟冰岛不易 而且花费不少 但是绝对值得 风景这边独好 有机会 一定要去瞧瞧 拓转人生的阅历 感悟世界的美妙 有啥疑问需要帮助 欢迎找我思料